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每天 收看我们 奇迹标股这个节目的来源 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特别是从上个礼拜开始 包括我们在上周办的说明会 在本周 本周这个礼拜天 那我会在早上 礼拜天的早上会在台南 下午会在台中 各有一场说明会 可是这一次的说明会 跟过去有非常相当的不同 那各位也许告诉我说 哪里不同 在过去因为 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整个结构 它是走一个所谓的 主要一个波动 可是在这里 因为在昨天 主要在昨天 我发现到这里出现了 一个很重大的变数 那一旦有这个变数 那你的做法 就要很小心很谨慎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股今天的走势 我的看法呢 多头非常的一个强悍 它为什么叫强悍 你说还好啊 它走横向 那涨幅不大 不对 台股今天最后的一个关键 叫10760店 它不破这个10760 我的看法呢 我是看空 那当然很多朋友 可能你无法接受了 可是我OK的 那你是做多的 我会提醒你 这个10760不要跌破 跌破呢 整个结构 它就真的转弱了 你要提防 在未来呢 不排除会有一段 相当大的跌幅 如果只是100点200点 我觉得还好 可是凡事呢 要站在最坏的角度 我们经常在讲 散败者终胜 什么叫散败者终胜 就是说你会一再去观察 过去的一些案例 那针对未来做出最好的打算 我举个例子 各位您告诉我说 那你不是过去都告诉我们 这里应该站在多方了吗 对 来礼拜一 我们就提到 第一个依照四个商品 分别是道琼 Next Day 上证跟加权指数 来决定 行情是个多还是空 对不对 那我们的看法呢 当时是2比0 叫做多方胜出 那必须要站在多方 再来 礼拜二 我们说还是多方胜 继续做多 继续赶贏 好到了昨天暴涨 涨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台股一天暴涨 将近两个百分点 那也会 这一次的攻上10760 也在于昨天的一个大涨 可是昨天不对了 你说昨天不对了吗 对 为什么不对 来跟各位做个简报 首先 这是今天的研究报告 好来 第一个 如果单纯就我们的指标 PSY正50一定是空 这比较单纯 第二个 关键在第二个叫VIX VIX 它出现反转 什么样的反转 就是跳空的暴涨 什么意思呢 好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这里 各位请看 这个叫VIX VIX叫做恐慌指数 VIX本身叫恐慌指数 那么因为VIX 它拥有领先的功能 所以一定很重要 你要注意看 我知道现在告诉你 你一定听不下去 但是你就做个参考好不好 你做个参考 各位请看 画面上您所看到是从六月份以来 六月份以来 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 VIX的走势 好请问 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你会告诉我 小二民 这个VIX呢 一路跌 只跌不涨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起的 这是跟今天 对不对 这是藏嘛 这是今天嘛 这是到昨天 到昨天 这是到昨天的 昨天晚上 也就是说VIX出现 跳空上涨 我说一次 恐慌指数 跌 道琼会怎么样 会涨 纳斯达克会涨 台北股市会涨 欧洲股市会涨 德国股市会涨 所以你再看一次 六月份以来 我不管你怎么做 VIX一路往下走 这是事实 相对的 全球金融市场也 一路大涨 因为它是反向的 可是美股还在涨 电子盘现在都还在涨 然后昨天也在涨 对 可是它是往上跳的 它是往上跳的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今天的研究报告 来 各位看一次 今天是六月二十号 这是第一图 我们的PSY码 我看底下 底下叫第二图 这更重要 为什么更重要 因为台北股市 在昨天的1.01分 在这一分钟爆出了天亮 这个天亮的交易价 你做个笔记 我觉得对你未来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点叫10760 多头打死都不能破760 这样可以吗 破760 你要小心将会有 不是那个一点点的修正 那个幅度会非常大 好来 我们看今天研究报告的第三图 第三图我们去统计 从去年5月份以来 所以会员注意看 一直到昨天截止 台北股市 主力 外资 政府基金 所有法人 全体散户的买卖状况 就在这样这里 也就是说 加权指数 往上 从10806开始 会遇到天大的反压 第一个我不猜 我不会用像很多分析师告诉你 这条是什么 寄什么生命线 寄线 胡说八道一通 我怎么 真实的 我不猜 因为我猜不准猜不中 所以我根本猜不到 我只会拿真实的数字 向你做简报 真实的数字告诉我 如果台北股市 10806继续往上攻 然后去年5到9月份 所有套牢 套了一整年的人 就解套了 我你说有贪卖吗 属性就是这样 就是它继续往上涨 那这一堆套牢量 就会解套 这样对不对 那它要能够继续往上涨 它不能继续往上涨 那套了这一年的人 那你就继续套牢 那你如果认为 以台北股市 1265亿 前天还800亿 可以让全中华民国 去年一整年套牢的人 通通解套 那你就做多 我没有意见 到这里我觉得看法是OK的 再往下看 这叫VIX 我稍待做说明 这是不是在这里 16嘛 没错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个也是今天的研究报告的 第五图 另外 这不是四月十八 对 我把4月18号当天 当天的研究报告 两个月前 能够未经的研究报告 我把贴在今天的研究报告上面 哪一天呢 4月18号 来看底下 叫做熊来了 如果是对冲基金 假设你啦 我啦 我啦 我们去办公台北股市对吧 你能空几口 我把它空两千口 你一天就空完了 那请你告诉我 你要空两万口 你要空十万口 你一天空得完吗 你再看一次 四月十八 四月十八 这当天的研究报告 我们讲熊来了 不是一个贴 这个叫贴 贴就是股 因为呢 VIX会一直往下跌 所以全球股市会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创新高 再涨 再涨 涨 我告诉你 这天咖 告诉你 我要准备大跌了 一旦反转向上跳 我在这个节目 在四月十八号 不管是早上的 晚上的 我一再提醒你 这个叫熊来了 因为他向上跳空 这不可能 一旦出现这种状况 代表怎么样 国际级的 重大的 类似像对冲基金 开始做避嫌 我直接跟你说 什么时候 不是像有些分析 其实每天欲白说 四五月前就开始跟你说 扛了 扛到大了 我有讲错吗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的 四月十八号之后呢 四月十八号在这里 看 四月十八号在这里 这是五月三号 这是四月十八 来 这天是五月十三 都一天四月十八 这天 然后接下来呢 整理两个礼拜 崩跌 这个崩跌不是台北股市崩跌 是全金融市场 全面崩跌 为什么 因为 国际级的重量级市场 它进场避嫌了 不可能一天就跌 我直接告诉你 它避嫌它要慢慢空 它要空到一定的比重了 它部位到了 我跟你说 就真正狙击就来了 你要试固 你现在我告诉你空 你听不下去 你完全建议共 这跳空 跳个头 这跳空 对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跳空 又倒行反转 这一个跳空 这两个跳空 这叫做什么 万一是个洁净缺口 你怎么办 我的看法就在于 第一个尊重市场 除非怎么样 除非VIX持续往下走 那我会告诉你 我会觉得说 我们是否看不到了 为什么 来看这里 各位请看 这里的交易量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这里 画出一条比起线 这是事实吧 也就是说当VIX跌破这个区间 代表怎么样 它要往下攻击 它要往下攻击 因为这里是最大交易量 然后是不是一直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看 这个时候VIX报价叫17.5 现在在16 那这里叫15 我就继续看 然后这里叫做6月4号 6月4号的时候 道琼叫做25700点 VIX在17.5 然后接下来 当VIX持续往下跌 从17.5跌到16.5 那道琼就从25700 涨到多少 涨到26000 那接下来道琼持续 一直到昨天 从26000又涨到哪 涨到26400 没有错吧 这里25900 这里26000 这里26400 是不是 是不是对 26400 VIX在多少 在15 26000 VIX在多少 在16.5 25700 VIX在多少 在17.5 也就是说 当VIX指数往下跌 道琼是不是一路涨 一路涨 一路涨 那现在在这里 现在不是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就26400 往下走就26800 27000 往下走 它现在是这里 这里对过来是多少 这是2万6 怎么看 两分钟后向您做警报 好 谢谢大家 A++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来城市交易大要紧 A++智能演算建议现与服务人员联系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我的看法 第一个让自己拥有 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 然后不要猜测 你说小敏在猜 我通通不猜 我绝对是完全依照PSY操作 为什么 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让我们的成员 获利扩大到最大 怎么样都要对 怎么样都要赢 我觉得今天的研究报 今天6月20号 我觉得我会把它留下来 好不好 这个叫保留版 为什么叫保留版 因为同样的事一再发生 大家都无法接受 台北股市是在涨还是在跌 绝对是在涨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叫正午时空 Mix叫反转 一定中 那怎么看呢 好 一样跳快一点 如果现在在16 现在在16 那你就等着道雄看到26000 因为现在已经26700了 那你等着看26000嘛 那你常常看得到 好 再来 这是当时 我把4月18号的研究报告贴在 今天的研究报告上面 在四月十八那天 请问你台北股市是在去 在路 在去啊 台北股市起到11000点 我们的看法呢 恐慌指数VIX暴涨 金融市场正乖率10% PSY拉到正50 准备崩跌啦 一定跌 你空 现在吗 你不要把我当那些乱七八糟 每天跟你讲空 讲了六七个月的老师 那已经输到翻掉了 我到昨天之前 我都告诉你这里要做多 多到昨天是暴涨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 提醒你 这是4月18号了 这叫正50你为什么不空 这里副50你为什么不做多 这里副50就是空 副50就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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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都对 往下看 4月18 这当天的研究报告 是不是跳功大涨 这叫熊来了 白有来啊 然后呢 全球股市接下来不是 准备迈入这一次的报底吗 好 再来 什么叫正乖20% 这个摆说明会你还来 看底下 不是啦 这18号嘛 5月3号嘛 有没有 人家在这里做避险 人家在这里开始拉高 空单比重 从这里空到这里 空到这里那叫笨蛋 那你现在看很多航空的老师 不就从这里 跟你讲到这里吗 这里空 这里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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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在空 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现在不懂那种老师在干什么 你应该是一路多上来 这边开始做避险 大跌之后做多上来 才是最大赢家 我现在告诉你 希望你听得懂 我直接跟你说 这里就准备迎接一波大跌 看底下 为什么 消敏这是传说中的布林通道 黑白共 这是我自己画的 什么布林通道 我自己用手 那不是布林通道吗 这个叫乖离率 那我怕你看不懂 我怕我们的成员看不懂 所以呢 我把这个林轴 我把这个林轴发生的位置 我把它画在 就完全画出来 然后我把台北股市 正十个百分点 我就画出来 负十个百分点 把它画出来 然后你就会在这里做多 在这里半康 在这里做多 这个半康就从一万 一万一千点 这次暴力下来到10227 这样做不贏 我现在跟你说 空 你要多 你去做 好不好 我比较慢 我笨蛋 我只能告诉你 我们一定大赢 这一次的赢不是小赢 你准备狂胜 你说你这么有保 照着PSY做 随便你 有赖的好友问我 消敏 去哪里了 上证这里在涨 涨到两千九 我不知道上证在涨吗 我当然也知道 台积电在涨 你知不知道 你用台积电也不错 我就怕台积电一直去 你说得太好 台积电会去吗 台积电还要去吗 台积电再来要去 要去 你说我哪知道 你不知道你敢做 亲爱的会员 把你的手拿出来 对不对 一根手指头 你把它点下去 你只要回答我 你只要回答我 股票看什么 你用什么 指数看PSY 我们照着PSY做 我们每一笔都要赢 每一次都要对 对 那股票呢 你就点对对冲 这个台积电 大家要怎么看 一支手指头 你就找到台积电 这是不是台积电 你只要把它打下去 要把它放掉 好 各位亲爱的会员 请问台积电要怎么点 你说你交过我们 股票一律 对对冲看30分 对 你把它点下去 你现在静静的看 看两边整个都看 你还做不了 肖又明 我根本就不做台积电 全中华民国 哪有人在买卖台积电 我们又不是外资 又不是受险基金 对不对 对 现在我们怎么买卖台积电 你不买卖台积电 你总要看台积电 总要看吧 那请问怎么做 如果台积电会跌 我放着 我现在比较多了 来 如果台积电会跌 如果现在在这里 那你已经预期台积电会有这个大跌 请问这里 你指数去做多还是办抗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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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现在时间是在这里 你知道台积电绝对会大跌 你在这里 你指数去做多吗 相对的 相对的 前天 台积电在这里 就两天而已 你看大家的心态变多少 这里 我也跟你说台积电会跌 你说我们不够买台积电 那我们指数不能做多 在这里指数做多 我问你 这里台积电是否在落 落到这里 你明明知道 隔天开始台积电要涨了 那请问 你这里指数做多做空 你说小伙明这当然指数做多 这么大 贏了 贏了 这呢 你说你这搞我这样 这要怎么做 这指数是做多做空 我不管你台积电 我只问你 当台积电跌落到零 对对冲 代表怎么样 代表台积电要涨了 台积电要涨 指数会涨会跌 会涨 当台积电拉到一百 代表要提防的 基数会大落 对不对 对 有落 狂跌 台积电在前天又暴跌到 他告诉你我又跌穿零了 那现在呢 现在是在零吗 你说你最近这星期都对 你黑白说 这是不是台积电 这呢 这在哪 这不是在这 我随便你 这里台积电会涨会跌 会涨 那这里会涨 指数做多做空 做多啊 那这里呢 这里台积电会跌啊 那既然台积电会跌 我们用所有的力量 把它空到翻掉 对 你为什么不空它 你空这里怎么会输 那这里呢 你怎么说什么 这里跌到这里 你已经赚翻了好不好 这里不是100吗 这里呢 这里不是零吗 这里呢 这里不是100 你跟我说 这呢 这是前天的事情 前天不是在这里 这做多指数会贏 会贏 贏 这支股票叫台积电 如果现在这里 如果叫零 我怎么把这支指挥棒吞下去 你跟我说 再来怎么看 我不知道 好不好 你自己看 会员你就照着做 指数股票 我不猜的 我只告诉你 我只针对 我已经看到的现况 我就照着做 我怎么做 我告诉你 我全胜 我就全胜 我就每一笔都对 我错了 我也会每一笔都揭露 这么长以来 每天都如此 所以我也不在乎 人家抹黑我 你自己变一趟 没有能力做 我只能告诉你 你自己要试图 你会说小明 你输了 随便你 今天是六月二十 礼拜四 PS衰掉正五十 那正五十 我不可能在这个位置 去做多 正五十起没有要做多 做多起负五十 加起做多 正五十起半康 多空 在高档要空 低档要多 这个礼拜的礼拜天 我会在台南跟台中 跟所有的会员包 所有的好朋友 欢迎各位 可以捎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联络 预定本周说明会的座位 以及也欢迎你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把手续办好 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 跟着做 我会提供你 即时行动系统PS衰 当然包含对对冲 祝大家操作顺利 财温广进 感谢你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